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今天一整天從桃園拼陸戰一直到高雄 一大早太太陳佩琪則現身陪同黨籍立委候選人掃街拜票 更正面迎擊最近的土地爭議 她喊冤說夫妻倆都沒有看過租約 當年婆婆聊天時曾經有提到這件事情 但是呢都沒有放在心上 更強調說禮拜一已經特別請假 要去補找稅金 大家好 一大早天氣冷嗖嗖 趙佩琪戴起毛帽在新北市當丈夫柯文哲的分身 陪同民眾黨立委候選人掃街拜票 沿途跟民眾熱情握手寒暄 陳佩琪不畏低溫 更不怕面對土地爭議 附和柯文哲的說法證實 報稅跟財務都是自己在管 但夫妻倆對於這塊土地的使用或是租約 完全不知情 有一家公司每年都有報稅 有報八萬三的那個 那我看一看我也不曉得那個什麼 只是猜猜搞不好跟那個有關 他跟我從來沒有去過那塊地看過 也沒有看過任何的一個什麼租約 或者說跟他簽什麼 夫妻倆人異口同聲 沒去過也沒看過這塊地 但現在不只疑似違規收租 又被爆出下頭挖出營建廢棄物 如果真的是埋了什麼特別不應該的話 那就要找說當初去order做填充這個事的人到底是哪一個人 就像新竹棒球場有問題 那現在市長是高雄灣 高雄灣當然只要追究說當初到底是誰order來做這個棒球場的地基 傳媒體強調 眾議已經特別請假等銀行一開門就會去補找三萬元的稅金 會把租金原始數額全數捐作公益 只盼爭議盡早落幕別延燒到大選選情 接著兩月達新北市採訪報導